我留灯留这么长时间 我下面这个问题就非常关键 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做商务主持这个岗位 因为它符合你现在做两个孩子妈妈 这样的一个灵活工作的时间 同时再往策划和运营转岗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边做主持一边去学习 这个可能比你去到一个企业里面 真的去做一个活动的策划或者是运营 要来得实际一些 第二就是 我觉得虽然你不是播音系毕业的 但是你的谈吐 我认为是真的受过训练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素质 我觉得也是有工作可以提供给你 因为做音频主播 全职的主播也并不需要都到线下 都到同一个城市来 这是我们这份工作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如果你可以接受 我就可以继续留灯 首先先回答可以接受 我自己最近时间也一直在学配音 裴拉 我想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达成了一半吧 就是站在舞台上去展示自己 那还是主持人呀 大老师听明白了吗 姑娘的梦想还是要站在舞台上面 实现梦想 而策划和运营很多时候是幕后的 我告诉你们啊 各位留灯的企业家 还有灭灯的企业家 你们已经激起了第二现场的民愤了 第二现场强烈要求连线 来 佩佩 你好 我们三位在第二现场观察的观察员 都为你特别着急 首先我们觉得 你身上是有特别多的亮点 第一是你是一个可塑之才 但是你缺少了一种叫专业的能力 所以你全场端着自己 到一个高的水平的时候 让我们对你的能力 企业家设计的很多问题 全都考出来不够行 所以我现在想对你说的是 你的身上的优势 第一是 你的沟通表达能力不错 第二是 你的服务意识和一人性很好 能不能在你的岗位当中 偏向于优势去找工作 而不是还谋定在策划 运营 这些就是比较空洞的 你自己还不会的领域去找工作 具体岗位上 比如说跟销售类相关的岗位 有没有你感兴趣的 或者是跟客户服务类的 大客户服务类的 有没有你感兴趣的 我是觉得 你应该是选准一个 你喜欢的行业 先去深入地学习 做准备 做好准备之后再出击 而不是随便一说 我想那个干策划 其实你自己还不知道 什么叫策划 所以先认真地学一学 学会以后 有准备地去找一份工作 我相信你找一份好工作 是不难的